Hello 各位 不如在节目开始之前做过小广告 这个是财子Gary叫我提醒大家 因为未来的3月20日香港时间 这个礼拜入 早上10点 有我们小生财子爱理财的Part 1讲座 Part 1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 就是关于基本财税的资料 如果差不多想来到加拿大这边 又或者刚刚到步 其实可能都非常帮到大家 因为过去听过我们123的朋友 其实应该都知道 我们说的东西其实真的很实在 很实用 还有现在应该是3月中 3月中其实 在加拿大的朋友都知道 报税的时间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一听到来加拿大 其中一个最头痛的就是税行 我想你做多些准备 因为我来了几年 因为我之前做得不太好 没有小生财子爱理财 变了我那时候的准备 譬如现在大家看一下 都是一大袋 的一些 Statament 拼出来 香港的户口 又不环保 又麻烦又头痛 我都搞了整个月 如果你不要像我这样 不要学我这样的话 之前做多些的准备 提多一次大家 就是3月20号 这个星期日 香港时间 早上10点 如果找那个时间 就是星期六 就晚上7点 未登记的 在这个 Email 上登记 约定大家 还有提醒大家 因为我都连续做了 Part 1,2,3 这个Cycle 都做了 成年了 应该 都想休息一会 所以 完成这个Part 1之后 我们就可能会休息一两个月 什么时候有Part 2,3 又或者下一个Round的Part 1 都还未知道 所以大家办理一下机会 OK 今个星期日 早上10点 约定大家 Hello 欢迎来到 三个水深落维加之 拔帅仔聊聊天之 移民 温哥华 渡部安顿系列 好长 谢谢你 我每一次都记不到了 上一 上两集 我们说了 独立屋和Town House 好与坏留意的地方 Condo Condo 你最熟 Condo 我也有点认识 相对你之前的工作都相关 没错 那不如今集我们就集中讲Condo 好 看看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 好吗 OK Let's go 你之前就在 都叫做 Condo 的一些Developer 做过东西 应该会熟一点 其实什么人 买Condo多呢 或者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这次回来 加拿大 我发觉一个最大的分别 就是因为 之前 我想很多北美的城市 都是以House 或者Town House为主 是的 但是这次回来 尤其是Richmond 除了Skytrain之外 我真的看到很多很多的Condo 的Properties 的Building 一条一条的升 感觉真的有点像香港 尤其是Richmond No.3 两旁 还有如果Vancouver Cam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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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Along 都很多的 All the way 真是由Marine Drive 上来 Camby Garden 都很多座 是的 接着在上现在的41階 41 Orage Orage 那个大摩 那个根本应该是一个太古城的规模 很夸张 那个价钱也不是很便宜 不便宜 都说的是两三千元 这里都付纪录了 又不是Downtown 你是Downtown 你不知道 将来的一个Downtown 他卖也是这样说的 没有卖广告 就是他们这样分析 他们这样分析 我会觉得 刚才你所问 会有些什么人买的Camby Garden 主要是几类人 第一 就是一些 可能是 Young families 是 他们可能刚刚出来 因为始终Camby Garden 如果相对来说 面积比较小 是 但如果说八九百尺 都有两房 一个钉 其实 给一些 叫做初出来社会 或者一些Young couple 其实很够用 是 还可以有自己的书房 是 这一类 会是一些 退休 而是Downtownsize的人士 因为其实着实都多 比如说 当你住 温西好 或者北温好 有些可能是老人家的 大了 小朋友走了 已经不在一起住了 他也不需要那么大空间 是 但细成 我们上次说的就是 无端端给多5%的 不如 把那个现有的买了 留下一些钱 然后就买一个 Condo 买一个Condo 然后 渡客的钱 可以找我和Gary 去看看有没有哪些 可以拿到 Passive income的投资 没错 没错 一定要这么说 也会是一些投资客 他未必在那里住 是 但他就买了 用来放租 可能是给一些国际留学生 是 给一些 可能是 Airbnb的形式 都有 因为我第一次回来住 探路的时候 其实就是住在Richmond 某一道的 又是很近 直接是天车站旁 的一个Condo Airbnb 那这车都不用駕駛了 不用的 不用的 我和我老婆都在想 有朝一日 去到退休 那个年纪 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 而且Facility 应该挺好的 越来越像香港那些 是 你里面已经是叫做 现成的电器有给你 装修 可能清洁了 你就可以搬进去 买家事 拿着行李 就已经可以进去 是的 另外就有健身房 又有泳池 是 你要泊车停车位 他都会给你的 是 基本上你一样俱全 你落楼下 可能 过对马路就已经有东西 就是完全不像住加拿大 都有好处 因为譬如说 现在也有很多人 就是香港 这边那边飞 是 那你住 house 或者住townhouse 一个你比较 头痛一点的问题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保安很重要 是 那些就一定要装 保安的system 上台 是 但是condo 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 其实 因为它 本身 譬如说有很多 可能已经有些 concierge 或者有些 专业人士 在这里 帮你看着 是 你基本上 你回香港好 去哪里好 安心很多 你锁到门 安心很多 因为下面有几个防线 是 你有那里闸 然后可能有个management 有counter在这里 是 然后坐升级又要用FORB 是 才能上去 不容易的 其实 所以 这件事我会觉得 给一些 整天都会周围travel的朋友 其实是一个好的选择 也不需要铲雪 也不需要剪草 所以其实Downtown 很多condo 其实是挺贵的 贵的 就是有些 我经常看YouTube 其他的 台 看到他介绍一些 可能是二三千尺 几百万 哦 一层你上到去 简直是三面都是窗 或者 你看下去 整个可能是看着海 看整个downtown 雪山 对 那些就很贵 当然你不用去到那些 你回到Richmond 我纯粹住的 我不是去到那个level 其实是什么价格 如果你说Richmond 现在 如果你说新的那些 是 楼花 我认为 一千 千松一点 一千一千二元 一尺 那当然你说 年纪比较大 也会有点便宜 是 那size来说 一般 如果你一房的 starting 都有 我想都有四五百尺 是 那两房就八九百尺 但是你说 会不会像townhouse 或者像house 那么多房 是未必的 不过价钱是贵了很多 说实话 因为我记得 我以前 初步居住的那里 marine drive 八百多尺 大的都 两房 两个洗手间 都要接近 九十几 还是一百万 八百多尺 二温哥说 是一个 我觉得挺贵的 是 如果三房 过八万 八二三 Richmond 我所知 就算是普通通 都要八九十万 要的 所以性价比 他就未必 一定是最 最好的 你上次说 我上次说 性价比的话 一定是townhouse Condo 他的捧場客就是 那班人 当然是因为 价钱方面 反映到 以前 有时很多香港朋友 过来 最初可能 不想 或者没什么时间 去选什么房子 就先做一间 Condo 来住住 是 因为想着入场费容易 是 但是接着这段时间 跟他说 哇 想着容易 其实越想越贵越想越贵 是的 他觉得不是便宜 其实 其实温哥说 没有便宜的 有些朋友说 我看这些Condo 差不多 拍得住香港那些 其实如果你留意 一些广告 或者去那些 叫做售楼署 去看的整个模式 有很多 当然是有些 可能是有 香港的背景 是 其实整个模式 都是好似的 是 就是它怎么包装 里面有什么设施 里面的间隔是怎样 好似 用这些牌子 其实跟香港差不多 是的 好似 那刚才你讲了一些 现在的趋势 有什么好处 不好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管理费 是吗 非常之高 如果你相对起 House 基本上就没有 是 Townhouse都有 是 但是 相对比Condo 如果你逐尺来计算的话 你就会觉得更加是不着手 但是也没有办法 你让模出自让身上 是 因为你有这样的管理人员 有这样的设施 有这样的 可能有些中央的 冷气 暖气 等等 是 其实那些加加买买 都是 需要付 我想新的Condo有一个好处 刚才刚刚提起 就是冷暖气 是 过往的旧款Condo 很多人都没有冷气 那个年代不需要 对 没有冷气 但是经过 去年一役之后 其实我想很多人 对于冷气这件事 都发觉不行 真的要 你不可能在一间Condo里面 四十几度睡不着 是 你其他 你 你 你始终都有一 下面那一层 叫做可能 有机会都没有那么热 是 Condo 真的没办法 还有你很多时候 Condo 都是密封的 是 你如果没有冷气的话 你真的 真的 所以如果你买新的那批 Condo 通常就不用太担心 应该冷气 因为我相信 夏天会保持着热 这件事 其中一个 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另外 有些朋友可能觉得Condo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认为储物空间 这个一定是 尤其是 因为我也试过 刚刚初到步的时候 我有55箱东西过来 我不知道放在哪 你怎样放在哪 都会头痛 我放在哪 幸好就是 其实大家要问 它有一个Storage在下面 停车场 即是有Storage Room 我的Storage Room不是很大 我记得我把20箱东西放进去 我还有20多箱东西要放在厅里面 没办法 我就拆了10-8箱东西 出来用 直至我知道我要搬 我就不特别拆了 但如果不是 其实你也挺头痛 是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 这一件事 你说如果我短期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我长期的 刚刚初到步的 住Condo 都要有一个考虑 就是那个储物 是 还有 我们刚才也有所说 住Condo 其实 那个感觉 好 就是 像香港 是 但也可以说 不好 就是太像香港 根本就 就变成了 如果你长期的话 就好像真的没有了 住在外国的感觉 是 那这个 又是 一分钱一分货 你看你怎样去取捨 你问我呢 其实如果总结来说 我会觉得 假如小朋友大了 你要这么大间屋 或者townhouse 其实你两个 又不想有这么多楼梯 其实downsizing 跟着找回一间 Condo 是千多尺的 嗯 跟着大概有三间房 我觉得是 挺赞鬼 挺好的 是 我都认识了有几个 我叫uncle 就是这样 是 我们移民 认识他的那个时代 就是当然 住house 是 但是 去到现在 因为那些uncle 叫做小朋友 其实都跟我们差不多 他们就downsize 在richmond 是 就有千多尺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三个房 那变成了 可能 有些小朋友 有些朋友去住 也有地方住 跟着 太太又有一个工作室 是 这样就挺赞鬼的 其实这类千多尺有时都挺实用 一分钟有一张大圆桌 可以坐十个八个的 就算他们的小朋友说 过时过节回来 其实你的千多尺是够用的 OK的 是 你记得我们有一次去 visit uncle 六楼的那个厅 他们的厅外的桌子 他把园桌 他的版厅 那个比较夸张 那个比较夸张 那个比较多尺 没有这样的概念 你不要说是这么大的 你千多尺 是 然后这个园桌子 或者园桌子 剩下的钱 找我和Gary 帮你想一想 那你就 pass a income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无忧了 今天的take away 是这样 OK 今天差不多了 OK OK 还是订阅分享点赞给点赞 下次再和大家拔萃仔 聊聊天 拜拜